好 大家好啊 今天要帶來這個 B...不好意思 一開場要口誤 B...3DB跟這個Murillo 敗部復活的這個BO3賽事齁 然後這個賽事大概 大概是兩週吧 兩週一個run 那3DB跟Murillo這邊 已經算是打到非常 非常後面了齁 那我們先來進一下這個 螢幕畫面齁 好 那首先出現在螢幕的是這個 我們的這個Murillo 選的是這個神羅齁 那對家下面這邊選的是這個 3DB這邊選的是這個德里 德里在S4第四季這邊算是蠻... 現在目前算是第一名 那基本上他應該算是S級文明 然後對對方這個... 痾...S級大概可能還有算英格蘭吧 德里啦 英格蘭這些都算齁 好 馬上來開 這邊這邊B馬上抓到 B馬上抓到 B...喔...大概...喔... 不知道是昨天齁 還是前天 露幣跟這個BISTI的這個... 一樣是敗部 打起來齁 其實... 這一次黃金聯賽算是蠻Special的 就是說... 在第四季新的這個Meta出來的時候 剛好緊接著黃金聯賽的這個... 第一週第一回合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其實都還有待開發加強 還不一定說是能夠百分之百是... 就是現在這個樣子齁 可能還要再經過大概一個月吧 可能下個月... 三... 大概三月中吧 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完善的... 新的Meta 那這兩個... 其實這個感覺就是要搞事齁 要故意跟你開同一邊 那Muriel這邊... 繼續... 繼續繞 我們看一下雙方四野 Muriel這邊是... 單刺猴 3DB這邊... 好...一樣... 單刺猴 雙方四野基本上都還沒繞到家 對方家 喔...有...都繞到了 剛剛大家雙方都繞到了 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那這邊... 村民往前... 可能要再開一個吧 是不是要再開一個 現在木頭是夠... 可能要再開一個 那... 比較... 不太可能插塔齁 因為... 也不是英格蘭我名... 卡塔可能是比較奇怪的選擇 好... 現在是... 可能預防... 預防這個... 飛快等一下被B搞掉齁 所以比較危險 所以基本上要...要用這個方式來...來搞齁... 那... 呃...這個... 德里這邊其實... 喔...我在想他可能就打大風險了 有可能跟BST那一場一樣齁... 打到...打到昏天暗地... 打到... 沒有升城堡這回事齁... 沒有城堡... 沒有城堡這東西... OK... 然後德里的漁船... 所以...就是這樣下... 其實這樣下就是... 德里的漁船可以打他啦... 然後再來就是... 一個重點就是... 他... 就是故意要下在這邊啦... 就剛剛講... 其實他... B就是故意要下在這邊... 然後跟他弄這個... 雨... 所以才B的Mario... 必須... 必須再去開第二個... 第三個... 當然你...你這樣搞人... 大概會... 也是會影響自己的捕魚效率齁... 但是... 但是就是... 但是就是怎麼講... 就是你雙方都要在這邊... 圍超齁... 你這邊剩啊... 他可能... 躲進去... 然後... 這個血碼再放出來... 補一補再躲進去... 雖然...但你會花一些時間在這邊啦... 齁... 你補肉的效率就差了... 齁... 那... 這邊有兩村在... 吃這個果齁... 齁... 齁... 對了... 德里這個文明跟阿巴士一樣齁... 吃果... 他都有加成... 齁... 最終還... 最終還是被搞掉齁... 門肉還是被... 還是被搞掉齁... 那這邊... 這一...這一坨羊... 順勢就直接吃掉... 這樣有一個重點... 萬一... B... 他又來你這個第二魚臉... 再下... 那你要怎麼辦... 你這一場是不是很快就要結束... 齁... 因為他現在走過來了...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再下... 齁... 但是很有可能... 因為他木頭夠... 齁... 下箭塔... 好...兩隻村民住進去狂射... 但他不知道這邊還有... 我們來猜他不知道這邊還有... 我們來看一下... B的一個... 視角... 對他不知道這邊還有... 那Mario現在是... 很難受... 很難受... 而且... Mario這隻主帳號其實有一段時間都沒有完... 那... 我是不知道他有沒有其他的這個... 練習的一些... 其他通用的帳號齁... 但... 一般波比賽我都是只關注主帳號... 主帳號我不會去... 不會特別關注... 實在沒有那麼多時間齁... 那大家有時間如果知道可以自己去搜尋一下... 好... 村民住進去就可以開射啦... 應該是先開射吧... 他在這邊... 撫雲可能不好... 這是... 赤猴家進來直接射... 這個... 也是被迫停產... 好...但是... 現在Mario湊夠了食物... 基本上... 就先下齁... 亞森教... 欸...他下在前排... 這一個教堂... 如果你被封掉... 我是覺得下在這邊是有點危險的... 但我... 但除了這邊... 可能也沒什麼地方好下... 下在這邊嘛... 就變成他木頭沒有加成了... 但是... 他的漁船... 的效益... 可能就會下降... 好... 果然又繼續蓋一個... 給你... 就是不給你吃... 就是不給你吃... 但是你這邊還有... 旁邊再開一個... 其實這樣我覺得很虧欸... 因為... 就怎麼說... 因為... 這樣子等於是對方在逼你... 對方在逼你... 耗那個... 耗掉你的木材... 那...你看現在得以這邊... 圓頂教堂... 這邊... 喔... 圓頂建築... 我都沒事叫他圓頂教堂... 圓頂...建築其實也差不多快好了... 但是你... 這樣子... 變相的是說... 搞... 搞這個... 神羅... 的木頭... 把他搞掉... 當然... 得理自己也要投自己血了... 但問題... 追根究底... 問題是他科技全免... 他可以... 等於是他的村民做事效益... 是比較高的... 不管他今天要吃木頭的科技... 吃肉... 吃金的科技... 他等一下... 這個清真寺這邊... 出來時代... 你看這邊都已經陸續在點了... 嗯... 怎麼講... 我覺得這個... 這樣耗下去... 剛好就正中下懷... 他這樣耗... 第一個是... 阻止你... 食物的來源... 他阻止你食物的來源... 讓你... 沒有辦法... 而且讓你... 全部的人都投資在上面... 反而去壓縮你其他可以用的資源... 你看現在雙方經濟量跟... 這個... 雖然說村民量是... 德里這邊是稍微有點被壓縮到... 但是他有免費科技... 基本上一來一回是可以稍微彌補一下... 但我不知道這一場... 剛剛沒仔細看到底是誰贏... 不過以現在目前這個... 泰式... 以目前現在這個泰式... 雙方... 補肉的村民是... 都...都有... 但是... 他現在只是就是... 都夠啦... 都夠... 但是問題就是... 他現在在耗... 耗... 耗... 耗你神羅的速度... 就耗著你... 不要讓你... 這麼快... 可以... 可以... 準備好... 防禦... 然後... 這麼快可以準備好... 這個... 上十... 上十代... 上十代3... 好... 出... 這邊出肉麻... 去... 去... 解這個... 裝布... 好...目前... Mario是... 出了這個... 這個所謂的... 這個... 爆炸船... 你要叫爆破船... 燃燒船都可以... 那... 拿在炸... 那Mario這邊其實是出了這個... 雙軍營要來解... 那鐵匠布... 欸... 他壓了鐵匠布了... 那... 目前... 你看這個... 德里... 德里目前這時候一個麻舊... 好...這邊被打囉... 知不知道... 被打囉... 神... 我們Mario這邊還是... 村民已經... 算是比較高了... 這個... 如果... 如果... 差到20吋... 可能就... 那個效益比... 可能就會... 跑出來... 你原本... 原本的科技的一些優勢... 你... 因為這樣差20吋... 可能就會有點離譜... 即使你封建很強... 但你不能這樣搞... 那... 現在大概... 看... 德里下一步... 是不是要開始... 佔這個聖地... 但是... 他... 德里的家裡... 現在目前... 這個木材... 有一點缺... 你看... 呵呵... 那... 這個看起來... 這個... 想要上層的步調... 好... 我剛剛講完... 他就押學院... 好... 他押學院... 科技地標... 等一下... 不知道會拿什麼吼... 哇... 他... 把神羅... 壓在... 這個... 呵... 拖在前線... 這樣把他拖住... 就自己... 用急速的方式上層... 好... 其實... 德里操作也很多... 德里也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打... 不容易打... 哇... 這邊被偷襲啦... 這邊被偷襲啦... 快跑快跑啊... 欸... 這邊被卡住了... 這幾村跑不掉了... 好... 直接delete掉了... 讓他跑... 不過來不及... 他還是... 不小心損失了幾村... 那... 我們如果這邊殺了德里西村... 算是不少... 算是不少... 哇靠... 直接... 哇... 大吃血... 大吃血... 這個... 這個太大包了... 這個可能... 可能... 搞不成功會... 自己輸掉喔... 你第一局可能就... 第一場就輸了... 欸... 第一場就輸啦... 這個... 喔... 啊... 完了... 差... 差了... 差了太多村... 差了20村了... 你這個... 這血球可能可以滾得起來了... 完了... 完了... 你早期要耗Mario的方式... 沒耗成功... 這邊又要被打了... 啊... 你快GG4米打啦... 要投降了... 要投降了... 這早期... 沒有... 看起來應該是會投... 沒辦法... 應該...應該輸了... 輸了... 應該是輸了... 前面那麼搞... 沒有搞成功啊... 而且太快... 太快上層啦... 反而沒有... 你看他現在反而沒支援... 你如果...他如果剛剛... 其實... 如果打... 跟他打大風箭可能... 不一定... 可能還不一定會輸這麼快... 因為依照他... 他剛剛的支援太多... 他上層之後反而結局了... 好... 其實有時候高手跟高手之間打... 一樣會犯... 一樣會犯一些... 我們低分場的錯誤... 其實... 不是說... 有時候那些觀念是共同的... 不是說... 不是說... 高手都不會犯錯... 一樣... 一樣有... 一樣有... 然後就開始生... 一樣啊... 不管是他今天支援有沒有被限制... 他... 正常應該會去找另外一塊支援... 去想辦法生他的科技... 哇...這個... 大概沒有救了... 很... 這個... 這個村差太多了啦... 早期你... 早期他... 免費拿來的一些科技跟一些加成... 就... 這個... 因為隨著這村民的關係被耗掉了... 被殺15村了... 我記得他跟B-10體打了那幾場... 也是被B-10體殺村殺得很慘... 就是... 蠻可惜的... 蠻可惜的... 第一場... 這麼快... 這個已經差不多要見敵了... 雖然說現在是時代三的兵... 但現在這個雙方差20幾個單位... 不管是你的軍事... 還是你的村民都差了這麼多單位... 就是... 即使你時代三但是... 只要對方把兵線hold住... 就是... 基本上... 阿...沒有啦... 可能投降了啦... 這雙方都時代三了... 好... 很可惜... 很可惜... 第一場... 這個... 由...這個... Murillo拿下... 第一場由Murillo拿下... 太可惜了... 早期... 剛剛要... 要搞對方的這個... 這個套路... 看起來早期是稍微有點成功... 看起來好像... 這個... Murillo好像快掛啦... 但是隨著這個村民他沒有起來... 我在猜... 可能德里那邊有稍微... 是不是稍微斷存... 萬... 萬...理論上... 不應該... 不應該是這樣子... 理論上... 應該... 雙方村民數應該不會差到... 這麼大... 那... 簡介著我們來看第二場賽事... 有...Murillo... 這個... 暫時引先... 那... 一樣... 是...Murillo跟3DB的這個... 敗部復活BO3賽事... 好... 那... 這個... 最後... 第一段的這個... 總決賽... 第一段的總決賽... 好像是由... 這個... Resting K那邊... BO7好像... 他有播出... 好... OK...那現在是由這個Murillo暫時領先... 1比0暫時領先... 現在我們螢幕上看到左邊... 這張乾燥阿拉伯地圖... 好...這個... Murillo也是生產第一隻村民... 第一隻村民生產... 然後... 第二隻在... 官員... 欸...他...他用的是新Meta... 他是先來採羊... 然後...他讓他回去沒關係... 欸... 然後再蓋... 然後再他監督... 欸...這個方式好像也是可以喔... 喔...這個... 哇...瞬間200多目就出來了... 喔... 好...OK...那我們看一下... 右下的點位就是... 3D必權的四手... 哇... 瑪莉人... 瑪莉其實... 可是我覺得他還是很猛啦... 他...即使被修掉... 其實還是很厲害... 就是沒有... 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弱...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Murillo... 對上... 我... 就其實對上... 其實中國對上瑪莉這個科技... 的文明... 其實... 連弩如果... 量序不夠多... 那... 其實很難打他...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重點... 就是連弩他其實也沒有... 恩... 也沒有長攻... 的優勢那麼高喔... 再來就是... 瑪莉他有那個直槍兵... 一定的量連弩打他也打不太動... 恩... 所以其實... 不是很好... 就是中國要打... 瑪莉這個文明不是很好打... 可能要針對他的附金... 或是他等下的貿易先... 現在瑪莉都會跑貿易... 這一角... 雙向貿易... 一旦讓他跑完大概就沒救了... 好...Murillo這邊... 湊到... 已經八存... 哇...這個其實... Murillo他剛剛那樣開法其實可以... 但是我沒有像他這樣開啦... 包含第一村他產官員我還是很不順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就是KK啦... 就是很K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第一個就是喜歡下... 下這個... 因為現在太多英格蘭... 太多... 拳那種很強勢... 不然就蒙古... 蒙古現在根本就是早期... 早期就是敖包放下去... 馬上一定打黑暗... 四隻... 四隻的什麼... 四隻騎手都過來了... 沒有辦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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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隻騎手都過來了... 那你那個時間你根本就來不及啊... 所以... 如果遇到蒙古可能... 配法可能要不一樣啊... 就... 而且蒙古如果正常跟你打... 他可能... 我在想他可能也... 也覺得有點... 危險... 畢竟他... 他在十代二的時候... 這個什麼... 俗騎... 也... 也被削弱了... Mario這邊補到九村... 喜歡中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九到九村... 三村的金... 然後就開始採木了... 第一個一樣是下這個... 一樣是下... 如果... 對他瑪莉第一個下這個沒什麼問題啦... 第二個你再去... 思考就是... 你看你要下... 你要下這邊... 還是... 也不可能下太遠... 不過這邊有一隻豬... 不錯喔... 這個TC有一些... 比較厲害的高手... 就會考慮開... 這邊... 先吃豬再吃路... 這是他們的裸子... 至於... 我們一般玩家用不用的出來... 這個... 真的就是看天分... 這個吃到天分... 不是只有觀念... 你有觀念... 但沒天分... 你還是沒辦法... 好... 那... 瑪莉人是不是生十代二... 下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下的是哪一個... 這邊是... 慢殺骰... 喔... 他如果下慢殺骰... 這個就是很甜... 甜甜價... 不過... 這張圖其實對瑪莉來講... 風險也很高... 因為他的附近這邊外面... 其實不是很好搞... 不是很好搞... 那瑪莉這邊... 不知道會不會早期先出這個... 日猴... 果然補馬... 現在... 弓箭... 弓箭文明... 大概對方都會補馬來搞... 所以就變成要先... 同時下馬舊... 加射箭場... 然後槍... 槍又不能離自己太遠... 你可能會被洗掉... 軍營... 軍營開... 看他補這個... 馬舊就先開軍營... 我覺得... 對啊... 就是... 如果他開射箭場你就開馬舊... 那... 他開馬舊你就開軍營這樣... 大家自己去拿捏... 他開軍營你就開射箭場這樣... 雖然講是這樣講... 有時候自己... 都還是會頭很鐵的去... 想說... 年奴兵無敵啊...無敵... 年奴兵還是沒辦法解全部的東西... 不過中國現在有一個劣勢... 就是你前期... 一旦開始給別人壓力... 你就不能把那壓力釋放掉... 不然就很容易就...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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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GG了齁... 好... 我們來看一下... Mario的怨城... 是... 打算壓在哪邊... 沒有捏齁... 沒有要先下怨城... 他是先投資到槍兵來的... 還是他想要怨城前置... 應該不會幹這種事吧... 還是怨城... 我記得有一場怨城耶... 有一些玩家怨城給人家蓋在那個... 貿易四季那邊... 不知道是哪一場比賽... 我忘記了... 出好多這個肉麻... 其實他這個肉麻可以自己回血...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他這個... 他這個刺猴... 其實他這個刺猴... 是有點變相法... 是刺猴... 不過這樣也對齁... 先下... 這個均嬴... 不然他如果先解送草衣... 他這個肉麻... 扔出來的速度有一點危險... 有點危險... 我個人是覺得有點危險... 然後... 他其實可以靠著吃驚... 在那邊殘馬...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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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在乎... 現在他又補了這個什麼... 射箭長... 要來射槍兵了... 他一旦補射箭長就麻煩了... 哇...又開始了... 這個...這個以前的這個什麼... 套路又來了齁... 這雖然說現在... 有...有...有... 變慢了啦... 就是... 沒有那麼快齁... 他現在載東西都會變慢... 包含螺絲再生魚... 好...現在才解這個... 我們的這個... 喔!果然壓在這邊... 高手思維就是不一樣... 好...現在打出了... 馬槍... 打出了馬槍... 還是... 蠻有用齁... 現在... 喔!一樣... 第二個... 打出射箭長... 因為我覺得中國的... 選擇性真的很少... 也是...真的沒什麼選擇... 欸...我記得可以用翁城殺啊... 我都用翁城去點豬喔... 可是我不知道下一版有沒有被... 這一版有沒有被改掉... 第三季的時候我是幹這件事情... 不然就村民住進去射豬... 可是我不知道現在第四季還可不可以... 我記得我幹過這種事... 喔!這邊...要被偷襲了... 偷襲...偷襲...偷襲... 偷襲...偷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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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邊...比較晚發現... 喔!這邊...這邊...這邊... 這邊看起來是要強迫把這些全部運走... 這邊如果沒有佔大量的槍兵... 可能沒辦法阻止他喔... 那他...他被釣過來了... 釣虎離山... 喔!看到一隻槍兵就... 上啦... 好! 弩兵... 連弩兵加槍兵... 現在這個看起來就是搞局... 雙射箭加...一馬就... 那中國這邊是一射...一射箭...一軍營... 然後加上一馬就... 現在...連弩需要吃金喔... 沒辦法...這個金...可能在前面等一下下一個哨戰... 不過現在連弩需要吃木頭... 那...你如果下哨戰可能會... 阿!這邊又被打... 下哨戰會... 稍微壓縮一道... 連弩跟...槍馬的出來... 這連弩又不能太前面... 其實... 槍弓的操作力是比較難... 我個人這樣覺得...因為...如果面對高手... 我槍弓都被洗完的... 都被...都被高手洗完的... 齁... 完全沒有辦法... 不列電的長弓... 倒是可能有辦法解... 因為不列電的長弓... 比較變態... 真的會玩的...可能很厲害... 哇...這邊... 這一個... 會不會硬砍他... 啊...硬收... 欸...強盜啊... 你們強盜又來了... 強盜...突肥啊... 突肥... 運了...運了一隻... 兩隻... 兩隻... 運了兩隻... 再運一隻... 他現在很賤啦...用金馬去... 用金馬去吸有沒有... 去吸泡火... 好...運了兩隻...三隻... 啊...兩隻... 兩隻就好了... 不要再...不要再... 不要再貪心了... 你看... 幹...搞了自己... 刺猴死光光... 這麼貪... 哇...這樣搞...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喔...幹... 中火被搞... 中火無名... 被搞了... 真不鳥樣... 好...我們來看一下Mario是怎麼操控... 可能槍兵就是不離開... 躲...躲回... 弓箭兵後面... 然後在... 起手往前... 你在... 槍兵在往前... 這個...其實可以學起來... 但是這個... 因為步兵操作上比較困難... 你又不能離太遠... 那... 這邊...他是監視哪一個... 連弩兵... 監視連弩兵優先... 對方也... 對方下... 雙... 雙射箭場... 喔... 鐵匠布也下... 雙馬就雙射箭場... 打算跟你拚了... 呃... Mario現在... 官員好像還沒全滿... 他...也升不出全官員... 一隻兩隻... 加上這邊三隻... 對...他現在只升到三隻官員... 對啊...第四隻出不來... 噢... 刺猴... 這隻刺猴好厲害... 一直空一直不會死... 要是我早就掛了... 好... 瑪莉... 在騷擾的同時... 在外面... 開展第二個附近... 那我們... 他還沒開始貿易... 那... 會不會不需要貿易... 就直接把中國給... 在時代二給打死... 有沒有... 差距這麼大... 不過我覺得... Mario的防守功力... 很厲害啊... 你看... 這個... 旺城開這麼外面... 旺城開來... 吃這個肉... 其實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喔...對... 還有一點... 就是如果你出來吃野... 你軍隊要帶來... 要帶來這邊... 護衛... 然後... 你... 比如說你馬生出來... 就要出來跑... 跑地圖... 這個大概是我最近... 又心想... 就是... 怎麼講... 呃... 對一些小小的感想... 被打爆的感想... 被打到不成人形的感想... 呵呵呵... 不過我覺得跟高手打真的是... 有時候... 你會知道說他們... 就差距多少你會知道... 那... 有時候你還是可以吸收到一點... 偷偷看他們在幹什麼... 就是那一些順序... 對... 那當然... 有時候用不用的出來... 就還是要看這集... 因為... 我覺得這畢竟... 不是很簡單... 還是要靠經驗的一集... 還有天分啦... 我... 還是老話一句... 天分... 這遊戲... 不是只有... 靠... 靠大量練習... 有時候... 天分... 也是... 死然... 好... 那... 中國這邊... Muriel這邊... 開始打開圍... 我認為是說... 不要這麼大量去圍這木頭... 但有時候... 對於一個文明來講... 有時候有他非圍不可的理由的時候... 就還是... 要圍... 然後... 雙...射箭長... 雙射箭長... Muriel也是下了這個... 鐵匠布... 不過... 這邊還是有持續在看一下... 我發現他們高手的這個刺頭... 他其實會一直持續在對方家繞... 他大概補出什麼東西... 你要對應什麼... 所以你想想就是... 以一個基礎玩家... 他絕對沒有這麼大的心力去繞這些... 甚...甚...甚... 甚至就是他... 中...中間會有一度時間... 他... 他資訊是沒辦法獲取的... 所以... 刺頭掛了... 一...一般... 都還要在補刺的齁... 好...這邊也... 大開圍... 好...整個...地圖為四分之一左右... 從這邊到這邊... 那你這樣子... 有時候喔... 有時候遇到一個兵儀牆的對手... 你這樣圍起來之後... 他順勢在你家周圍... 全部圍起來... 等於你宣告了... 就是... 這邊地盤是你... 剩下都是我的... 這個意思... 那...他就... 自然而然就把你... 關在家裡面... 你就說出不來... 而且... 這裡面只有三塊金... 你真的要打出來的時候... 你看... 這邊外面還有這麼多塊... 四塊... 所以... 對於一般來講... 還是要... 盡量還是要趕快打出去... 好...那... Mario這邊也是... 我...其實我很... 我有時候會... 我大部分都學... 會像Mario這樣配兵... 因為對方如果是馬功無名... 你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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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你沒辦法... 只單靠槍... 就是... 槍連弩跟這個... 你一定要配一些起手... 我一定要配一些起手... 去前面騷擾... 那... 才有辦法打退這個馬功... 這... 這大概是我的心... 但是我... 因為沒有那麼厲害... 我沒辦法像Mario這樣子... 所以... 其實有很多... 點... 是我... 也是... 也是做不太到位... 那如果敵人又來... 他再反打一下... 對...就是這樣... 再反打一下... 再趁機用槍戳... 然後用... 這個... 先把一些殘血的... 馬... 先收掉... 那你補下來的東西... 你要繼續往前線送... 記得... 槍一定要補... 很重要... 槍一定要補... 那你之後... 後面可能都要222... 或333... 那馬就可以少個... 一個沒關係... 那Mario這邊是333... 333... 各3個... 馬就3個... 軍營3個... 射箭場3個... 然後我們看一下... B這邊是... 馬就3... 一樣... 雙方都... 一樣的... 一樣的規模... 對方現在也出一樣的事情... 有沒有看到... 裡面有塞一些長項兵... 一...一旦雙方開始打動混合兵種的時候... 你就不容易... 不容易... 雙方就不容易... 很容易收掉對方... 就是... 都不容易被幹掉... 因為... 都有護克兵種在... 但是... 其實... 怎麼講... 現在... 因為... 瑪莉有小金馬... 你... 不是很好處理... 齁... 也... 也... 不是很好處理... 齁... 反正看到對方小金馬... 有點不絕... 那這重點就是... 又歸功他的人... 這個... 瑪莉的曼莎賽斯上... 不過這個看起來快要掉了... 好...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 炎弩兵射他射不動... 有沒有... 有沒有... 射不動... 阿最後... 這樣這個頭子兵... 頭著頭著... 就把你炎弩全部洗掉了... 面對他你也只能退... 我上次... 我跟瑪莉... 快收打了一場... 就是... 遇到差不多... 就是... 差不多等級你沒辦法剋他... 對... 除非你今天兩方實際差很多的... 差很多的瑪莉... 你差有辦法就是... 用這個方式把它搞掉... 那其實... 到這邊大概已經去了齁... 第... 這個... 三框都已經Standby好了... 那再來... 如果... 畢這邊... 沒有要再繼續... 慘軍事... 上層之後... 那麼... 這個... 開始大概... 暫時... 沒辦法解掉... 齁... 好... 那現在就是怎樣... 這是什麼狀況... 這個就是被壓在家裡... 只能殘古倉... 齁... 齁... 強迫轉田... 齁... 齁... 因為你這邊也吃得差不多了... 齁... 再來就是... 你前面這個果你也別想吃了... 齁... 那後面這個果呢... 齁... 那你就更難啦... 齁... 其實一般中國打到... 這樣一個... TEMPO... 那... 大概... 大概就差不多要輸了啦... 其實我覺得... 選手双方心裡大概都有底... 尤其... 你這個... 不能用死塔的... 這個死蛋... 因為你現在... 你看他現在要出奇招了... 好... 那果然像剛剛講了... 上層了... 那這個... 可能就直接投降了... 這個沒有辦法... 我... 我只能覺得沒辦法... 因為就算你現在去偷襲他的... 偷襲他的那個什麼... 你偷襲他村民也沒用... 他只要有辦法生產黃金... 你... 大概也沒什麼救... 他村民只要躲起來... 因為你這幾個也沒什麼傷害力啊... 說真的... 那麼... 換家戰術... 好... Mario... 後面又補了一個... 這個... PC... 一開始沒有補... 後面又補了一個... 其實這個補... 雙TC... Mario也是很後面才補... 那... 解送也沒辦法... 因為一開始找找... V就過來... 過來弄了... 好... 直接投降... 其實算是蠻精彩的一場賽事... 好... 雙方... 比數... 來到... 這個... 1比1... 1比1... 好... 那... 覺得這個... 就是... 怎麼說... 沒有辦法... 大概... 我覺得大概... 他的... 現在... 中國... 大概... 大概... 就這樣子吧... 你有沒有說... 他好不好... 現在顯示出來的狀況... 就是這樣... 那... 誰選... 誰選... 有時候就誰倒楣啊... 就這樣... 好... 那...雙方1比1... B03賽事... 那... 簡潔著我們來看... 最後一場的這個... B03賽事... 到底... 這個... 雙方選手到底會是怎麼打... 好... 那...一樣... 由B跟Muriel帶來的這個... 復活... 好... B03賽事... 的... 比賽... 那... 算... 他們都有打積分... 所以... 能... 不能... 晉級... 其實就是看積分... 好... OK... 我們現在... 進到比賽畫面... 好... OK... 所以螢幕的是... 一樣... 我們Reroad說... 紅色的... 這是阿巴斯... 這張地圖是深坑... 然後... 我們看一下蒙古... 這個蒙古是... 碧玄... 他的... 他的T... TG... TG在這... TG在這... 我覺得... 個人覺得... 蒙古現在... 真的不好打... 我覺得... 蒙古要打得強... 真的是早期... 他一定要先出這個... 起手... 你就是他先伐木阿... 他先湊齊一個馬舊... 然後... 他在想辦法湊一個... 這個... 蒙古包... 因為... 一個要... 一個要... 可以挪去挖金啦... 那這個果可能... 他等一下... 蒙古包... 晚一點可以... 是可以啦... 那晚一點再下... 等他吃掉一個... 再往前挪... 這樣子... 是可以的... 那... 要搶可能... 就要打黑暗... 蒙古現在要搶... 打黑暗... 然後... 那個... Mario這邊... 那... 以Mario個性比較濃... 我不知道會不會開到3DC... 那... 對於一些... 比較厲害的高手演... 他有辦法把開3DC的阿巴斯搞死... 可是對於... 我們這個中低段位... 我不知道要怎麼... 這邊學一下齁... 開3DC的阿巴斯... 到底要怎麼把他弄死了... 因為其實他... 你來他都躲在身中心裡面... 除非你推衝車... 不然你根本無解... 就算你推衝車... 你沒軍力在後面點... 那你... 可能也不是有什麼好辦法齁... 然後再來就是... 阿巴斯... 他有這個... 新鮮食品齁... 他早期時... 是可以生很多肉出來出... 肉麻... 恩... 我不知道齁... 然後出小槍... 出槍... 出槍... 欸... 一般都出肉麻... 出槍... 出槍... 我有點suprise... 出槍是為了要... 卡工嗎... 出槍一般都是塔工耶... 那他為止兩到三村伐木齁... 有有有... 兩村... 這個... 深坑有一個特色... 就是你從這邊... 底部走過去... 你是不會被射的齁... 那... 城中心的範圍... 因為... 他最後這一圈你是... 他是吃不到了齁... 所以對一些防禦無敏來講... 以阿巴斯來講... 他可能就會... 選擇齁... 比如說... 在金這個地方... 底部... 他這邊會下一個TC... 好... 那... 第三個TC... 他有可能就會選擇在... 在外面這個... 這個... 果... 喔... 果然打出... 槍塔戰術... 好... 那這些選手... 對於這些... TC... 可以... 作用的目標... 其實... 他們抓的都很準... 齁... 蒙古... 我覺得蒙古還是要打... 黑暗快攻... 你不打黑暗快攻... 你到時代2等著都被虐... 喔... 基本上應該是會被虐... 因為蒙古時代2沒有什麼... 基本上都基礎兵種... 齁... 齁... 基礎兵種以外... 你還要... 你還想開銀之術去貿易... 那就會更吃你的基礎兵種的支援... 齁... 所以蒙古很多都是... PO在黑暗時期... 那他時代2... 蓋... 蓋銀之術就開始跑貿易... 然後... 產一點點兵... 然後全力支撐... 然後就直接支撐一波... 用純露出裝布... 然後... 這個金馬... 把敵方幹死這樣... 因為... 他... 蒙古到... 蒙... 到城堡之後他會有很多木... 他可以在前線插一堆塔... 全部升這個... 這一個... 扭逆魯炮的砲台... 那... 他可以同時蓋很多木場... 那... 他就是... 直接圍在城市中心旁邊吃羊... 你... 早期你什麼軍隊過去... 你大概也沒什麼... 把他只弄他... 然後... 所以我個人覺得打蒙古... 你... 可能要抓到他的節奏... 哇... 這個步調... 呵... 不是啦... 這個步調... 有點... 靠... Mario選什麼... 貿易偏點... 我沒看錯啊... 欸... 這張圖跑貿易... 我個人是覺得沒差... 可是我覺得他的想法應該是... 他想說... 蒙古有貿易... 我也要... 跟他跑貿易... 才不會輸... 但是問題是... 他這一出去... 可能太危險... 那... 雖然阿拔斯先上了十代... 那... 金月沃圖有拿嗎? 沒有... 那... 金月沃圖可能要挖金... 那這個金被製住了... 這張圖比較機車的就是... 你金的那一個方向... 喔... 都是金... 所以這張圖是不是要稍微秀一下... 不然你就要撈到前面... 你就要... 零技一動... 趕快跑到前面這邊... 但敵方如果有刺猴... 蒙古生第二個刺猴... 他通常就會... 站在這個聖地附近... 你一挖金... 你整個... 你全面被封啦...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全面被封鎖... 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挖... 那這時候你差不多就... 就...就想要投降啦... 就...就想要投降啦... 好...果然... 蓋贏之助齁... 覺得很快啊...很快啊... 大概這個步調大概都是這樣啊... 我覺得現在... 阿巴斯只有單TC玩了... 他的... 他的... 你看他一次封兩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蒙古的這個... 刺... 的塔範圍... 你看兩個... 有沒有... 你沒辦法搞... 那... 你的刺猴... 他就讓你燒... 他也不care... 現在石頭這邊有啦... 可以想辦法來這邊開石頭... 先挖石頭... 先挖石頭... 先開TC... 但... 不知道耶... 我覺得現在做什麼都很難搞... 那... 現在... 阿巴斯是先蓋一個這個... 輕型衝撞車... 先要把這個... 這一個... 這個哨戰先把它解掉... 所以... 全力來挖木... 這也是一種解法... 就... 全力挖木... 然後蓋一個這個... 輕型衝撞車... 這只有阿巴斯可以耶... 因為你喜歡文明... 你還要先蓋一個鐵匠布... 然後... 在幹嘛... 在生產那個衝撞科技... 你要花... 黃金... 你黃金被封... 你不肯有黃金搞這個... 所以阿巴斯現在是... 嗯... 可能還有一線救命機會... 他靠了這三隻貿易偏電... 的這個駱駝... 所以他剛剛要保護這個駱駝... 一定要保護一下這個駱駝... 這駱駝是他... 現在唯一可以這個... 救命的這個... 救命的... 救命的良藥... 欸...還生那個... 哨塔... 還生那個噁心的那個... 自動射箭的耶... 好... 現在來到... 大概快8分鐘... 比賽快8分鐘... 現在... 你看蒙古... 現在已經開始大力建設了... 那... 果該吃也吃... 貓咪該跑的也吃... 差不多要... 在跑了... 好... 起手也出來了... 我們看一下... 雙射箭... 一個... 一個... 一個軍銀... Morro這邊是... 一射箭場... 一軍銀... 那...我不知道... 以現在這個步調... 到底還適不適合開TC... 我不知道... 因為... 其實這個步調是... 已經有點像是... 被... 被亂到不行了... 就剛剛第二場一樣... 就是被... 被搞到這樣搞到有點不行... 比賽就是雙方各使出一些心機 看要怎麼搞 這邊貿易線馬上圍起來 開始建立貿易線 這邊使用的是雙向貿易 雙向貿易 也就是第一趟回去就有錢 第一趟回去就有錢 蒙古現在13單位對上阿拔斯14單位的軍事 雙方出名數差不多 軍隊數也差不多 那看起來可能還可以再稍微 稍微的周旋一下 來了來了 好看起來一樣 雙方都搞雙向貿易 這張土其實蠻是人貿易 138樓 38樓153斤 那對阿拔斯來講其實 也是很賺阿 也是很賺阿 中馬舊一射箭一軍營 我們來看一下蒙古這裡是一馬舊三射箭一軍營 看一下 雙方四野應該 應該都持續在繞 對阿持續在對方加繞 好 這邊有克罕 蒙古現在 現在我 你就是大家發現 就是 出來吃野 通常那個野 你那個野的地方 通常都要戰軍隊 不然會很慘 當然這個比較遠 那另當別論 那你就是從 就是順向的方式 這樣過去是 我覺得是合適 那你 就像這邊的野 對方的 剛好也找到這個 對方的貿易 那阿拔斯的路 是在這邊 所以他可能出來的軍隊 要站在這邊 那 雙方就直接在這邊 管兵交接 那你這一邊 你不要趕快把它圍起來 不然會有點危險 好 這隻 推車推出來 是不是有看到有什麼 沒有 沒有阿 好 這張地圖 可能還是 想圍還是 要圍一下 但地圖其實也不是很好大 第一個 地圖 縮小不小 縮大不大 但是過來也是需要一點時間 好 再加上 家裡發展不好都容易被 被偷襲 那這張圖其實 我個人覺得比較少人在 開 這個什麼 比較少 開雙體系 大部分都可能會 好傷 好傷 跑傷就要維護那個貿易線 貿易線的體質 那貿易線 通常這樣就很容易被玩家攻擊 那尤其 喜歡跑貿易的 就是 喜歡跑貿易的玩家 就是 也是會帶給對方很大的壓力 哇 這駱駝駛了 那軍隊量 蒙古是48比41 好 蒙古這邊也 不少小弓 蒙古小弓通常都可以很多 因為蒙古不太需要蓋名武 一個名武50 就剛好是一個 弓箭手的量 喔 被收掉了 這邊持續補 補起手加小弓 雙方打差不多的陣容 這邊 起手進來亂一下 好現在看起來是 B這邊手術有 有餘育喔 來這邊 有時候你可以把馬就先 纏到 或是先挪去哪一邊 你可以先設定一下 他出生地點 如果你知道那邊有什麼東西 好對射對射 好對射對射 這一台要幹嘛 可以撞人嗎 應該不行啊 可以耶 我怎麼可以撞人喔 是這樣嗎 那太奇怪了吧 好OK這邊 剛還是一直被亂 所以還是 B這邊殺了Mero15村 到現在才發現 這個差距15村出來了 好那現在 不要硬換 慢慢 慢慢 慢慢堆慢慢推 慢慢推 應該有機會 OK 不過看起來 他這個衝車是 推來要吸劍 吸對方的劍 應該也不是故意要 要 要推什麼人 他要開始推衝車 要吸劍 真的可以撞人嗎 應該不行吧 吸劍要擋 要擋 哇這邊 殺十七村 殺十七村 目前後面 這個後排 往後排打過去 通常這張地圖都往後排打 因為後排是最脆弱的 除非你是什麼 英格蘭文明 還是什麼中國文明 有一些什麼 甕城呢 或是什麼馬力 你用一些什麼甕城 才有辦法打 我張土打馬力 應該搞不好也合適喔 感覺也是不容易 對方也是不容易打 好OK 現在對方互換 現在必殺二十村 這個可能 能做到的事情的效益 已經 不多了 你看現在如果你要打弓箭手 雙方的這個木頭 差不多要二三十個 有沒有 供應四個射箭場 你就差不多要 這樣子了 我覺得二十個 二十個村民 大概可以供應 大概兩個射箭場 差不多 因為你如果還要推衝車 就可能要更多人 好 OK 這個 這樣一來一往換下去 那 馬又這樣 那個貿易又這樣被推 那 那很早期 就 打出騷擾這個 戰術齁 那 B的這邊就是做進擊齁 那可惜Mario這邊 上一屆的這個冠軍還是 在這邊 還是被刷掉齁 那 我在想應該是 還是可以順利進行 那 OK 那今天這場 E跟Mario比賽 我們在大家這邊 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